这个周五就是大家最期待的跨年晚会 以及连续三天的云旦假期 今年的跨年晚会开放民众入场 预计将会涌入大量人潮跟车潮 豪运季节普通车将会连续41个小时不打烊 也会因应现场人潮加开班次 12月31号早上6点到隔天1月1号晚上11点 季节普通车连续41小时不打烊 直达车则维持原营运时刻表 配合演唱会擅长期间 陶杰公司将备妥备用车 是当时状况加开班次输运人潮 为了疏解元旦三天廉价的车潮 12月31号凌晨起到12点 国一凭证南下载道口封闭 提醒开车驾驶提前改道行事 这次各大交流道都没有实施高承载 但仍要遵守防疫规定避免全聚 首先在国道输运的部分 元旦廉价的第一天 也就是110年12月31号 从凌晨0点到12点 封闭国一凭证交流系统南下交流道 请庸路人提早改道经中立或幼师交流道行驶 那另外在廉价期间 各分局也会针对辖内热门风景区 规划交通疏导请勿 如果各重要路段有拥舍或事故发生的情形 将会立刻指败线上的警力 前往疏导以及排除事故 警方呼吁参加跨年活动 廉价返乡或出入的民众要妥善规划行车路线 并且配合原请指挥疏导 遵守防疫规定以及排队秩序 可以利用景点人潮警示系统避开群聚地点 也不要走后开车 以确保交通秩序与安全 记者赖伟一桃源报道